大家好,欢迎走进一人视野 酒作为一种由水和酒精勾兑而成的饮料 它与其他饮料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含有酒精 酒精在工业上又叫做乙醇 主要是用来生产制造消毒液或者是医药 民用主要是用来生产各种品牌的酒类 供人们饮用 很多人都认为小酌一杯不仅疫情 而且对身体还有好处 也有人认为少量的饮酒可以活血管 撞筋骨 怎么又说喝了它就会毁掉一生呢 根据临床医学研究发现 酒精对人体的危害并不亚于毒品海洛因和可卡因 只是酒精不像海洛因和可卡因那样 很快容易让人上瘾 酒精属于慢性让人上瘾的物质 形成对酒精的依赖通常需要10年到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020年德国36位成瘾学专家联明发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了酒精慢性成瘾对人体的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WTO也在很多年前就把酒精列为对人体最大的风险物质 属于高致癌物质 奇怪的是酒精未被列为毒品 酒精进入人体之后会代谢生成一种物质叫做乙醛 乙醛不容易被人体代谢 它在人体内会杀死大量的DNA 从而导致细胞癌变诱发癌症 二酒精能引起食欲增加 使人发胖 体内脂肪积累 酗酒的人往往会患有严重的肝脂肪 严重者会慢慢转化为肝硬化 肝腹水 酒精在人体内能够抑制肝脏和肾脏的正常功能 我在非洲工作时 公司员工发生了两起死亡事件 都与饮酒有关 墨经理当时是建筑公司经理 喜欢饮酒 每天都会喝大量的高度白酒 或者是威士忌酒 六月中旬 周三中午喝完酒后 他便一个人开车去了一家赌场 根据赌场提供的证明 他在赌场不到半个小时 便输掉了最后的一把筹码 突然间他趴在赌桌上 尿湿劲 顺着裤腿流了一地 赌场迅速的叫了救护车 当救护车到达后 墨经理已经昏迷成了植物人 三天后 医院宣布死亡 死亡原因是酒精引起的突发性脑衣血 他远在北京的爱人和女儿 接到通知后 火速乘飞机赶到医院后 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墨经理小年41岁 2007年周六休息日 机械工小李中午吃饭时 自己喝了一杯白酒 下午又去隔壁的宿舍 和几个工友继续喝酒 晚上十点钟 他感觉兄妹 被紧急送到路易港首都医院后 经过十几名医生的抢救 也未能救回他一命 他被确诊为酒后突发性 心肌梗痴 随后在他宿舍的私人物品中 也找到了几瓶治疗心脏病的药物 从而也就佐证了医生的推断 小李死亡时年仅38岁 身后留下了患病的妻子 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非常可怜 根据工友们的描述 小李酒饮很大 烟饮也很大 抽的都是烟液 很呛人 每天晚上都自己喝半斤白酒 从没有间断过 除了我亲自经历的上述两起死亡事件 听到的有关由于饮酒而死亡的故事 不下七把气 而且死者都是在40岁左右 喜欢酗酒 三前面我们讲到酒作为一种饮料 由于它含有酒精 它和毒品一样 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性 酒精饮料的合法性 和酒精引起的短期的兴奋 让人们忽视了它的潜在危害 也正是因为酒饮需要十多年时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慢慢才能养成 因此尽管青少年人 虽然大量的饮酒 却并不会马上上瘾 如果停止饮酒 很快也很容易戒掉 而那些形成了对酒精依赖的人 往往都是中年人 或者是老年人 如果你是一个早晨都要喝酒的人 那么你已经是上瘾了 如果你中午喝 晚上也喝 天天如此 那么你也基本是酒精依赖了 第四 喝酒之后 你会发现它需要大量的喝水 大量的排尿 这是典型的脱水的表现 而且喝酒后会头晕目眩 乏力 无精打采 就像夏天中暑一样 这都是脱水的表现 脱水严重会引起脑死亡 容易造成猝死 为什么喝酒后需要喝大量的水 排尿也要大量的增加呢 这是因为酒精会医治体内抗利尿素的释放 抗利尿素是用来保持我们身体水分平衡的 酒精会刺激肾脏 让肾脏不能正常的释放抗利尿素 于是就会不停的产生尿 当喝酒后大量的出汗 排尿后如果不能及时喝水 身体会严重的脱水 上面的量级死亡案例一定与脱水有关系 生命依靠着水 人体70%都是水 如果脱水就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 从而大大的增加心肌梗塞和脑梗塞的风险 根据世界数据网站的统计 全世界非传染类疾病的死亡案例中 心血管疾病 癌症和慢性呼吸道疾病 占据了前三名 而前两项都与饮酒有关 第五 喝酒容易让人发胖 想减肥的人不要喝酒 酒精是高热量的饮料 每克酒精含有7卡路里的热量 而其他碳水化合物的每克仅有4卡路里 因此一杯啤酒相当于一块面包 而一小盅白酒相当于吃下半碗米饭的能量 喝酒多的人身体普遍肥膀 肝脂肪肾脂肪都会慢慢的积累 影响肝肾正常的功能 而身体的肌肉也会逐渐的减少 体育运用员严禁饮酒就是这个道理 六 酒精会影响人的正确判断力 喝酒后容易产生罪恶感 酒后痛哭 酒后吐真言 把自己多年的秘密统统说出来 借心明显的比喝酒钱小了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为别人利用把钱借出去呀 买昂贵的保健品呀 乱投资啊都来了 七 有些人天生就很能饮酒 这是因为他们体内分解乙权的能力 比普通人要强 然而 往往这类人会比常人喝得更多 能喝吗 有面子 但是当酒精的数量超过他的身体 分解乙权的能力 同样会伤害到他的身体 第八 简单来说 喝酒会引起乙权破坏人体的DNA 诱发癌症 引发身体的小炎症 加速人体老化 让身体产生疲劳 乏力 减少寿命 我的两个妹夫 都是七年后 每顿饭喝一杯白酒的习惯 他们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 两个人的体质都很不健康 从十年前就开始吃多种药物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脂肪肝 痔疮 眼疾和血栓都早早的找到了他们 然而极其难改 他们坚信 小酌一杯对身体有好处 每天都喝 谁说了都不听 朋友们 你细心的观察一下 你的周围有没有年龄不到五十岁 就心脏搭桥了 晚上睡觉使用呼吸机防止猝死 我的朋友圈里就有两个 他们无一例外的 都是喜欢经常喝酒的人 一天不喝就会难受 他们的老婆也管不了他们 知道了酒的危害 就要坚决的戒掉他 远离酒厂 远离酒肉朋友 家里不存酒 我朋友的女儿大学学的是酿酒专业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 通过查找大量的资料 发现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指向一个 那就是酒精危害身体健康 没有一项研究的结果是对身体有益 这对他触动很大 毕业后 他怡然决然的选择了做食品的监管师 远离了酒类行业 他的选择和做法是明智的和正确的 我很为朋友高兴 朋友们 你们支持戒酒吗 你是否坚持每天都喝一杯呢 多少鲜活的例子告诉我们 饮酒有害健康 还是戒了吧 医学专家都说了的 喝一滴都有害 干嘛不信呢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